阿洛哈 大家好 我是阿萍 好友 回到我們喵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繼續一樣挑戰我們的 宇宙偏偶的關卡 那我們上一次挑戰的到是我們的那個 呃 亞瓜哈姆喔 那亞瓜哈姆那個關卡裡面的話 就是比較多異星有星星的敵人啦 也就是多 我們那個異星有星星的敵人 就會有很多的護盾嘛 所以這關的話呢 我們就運用我們 ES貓貓裡面 業界的那個破盾天才 我們的那個兜當酷貓喔 那基本上 用他之後再加上我們哈姆特 基本上就可以把我們的護盾給打爆囉 所以我們就成功取得我們亞瓜哈姆的勝利啦 那我們接下來的關卡 鎖門羅的話呢 他的初級條件 應該也是要出我們ES貓貓啦 那不過這個應該就是我們最後一個 出我們ES貓貓的系列關卡囉 那看一下初級條件 沒有錯 一樣是出我們ES關卡的貓貓喔 那這邊的組合的話呢 我們就一樣是帶上我們昨天挑戰成功的那套隊伍啦 那一樣用這套隊伍來打打看喔 主要是用我們中等的那個攻擊力UP連組 再加上我們那個兜當酷貓的破盾 再加上我們哈姆特跟我們小帝王 來打一個輸出位置 那用我們其他比較小隻的炮灰貓貓人 來累積一些金錢喔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鎖門羅關卡裡面 是長什麼樣子吧 Let's go 那其實我一直都念成鎖羅門喔 那你不覺得鎖羅門好像比較順口一點點嗎 OK 那這關的話呢 一開始的話 我覺得這幾關卡一開始的話 都可以先升一點錢包來穩定一下經濟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是出現了我們一般的袋鼠啦 那一般袋鼠的話呢 我們就先用我們的盾牌陣型先把它扛在前面喔 那這邊呢 就是一直出我們的阿咪咕貓跟我們的小籠包貓貓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喔 那給一隻我們兜當酷貓來面對一下 我們後面來的那個異星有星星山羊喔 那利用我們的兜當酷貓 把異星有星星山羊的盾牌脫掉之後呢 應該是可以用我們小小雞龍眉腿貓來把它打死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就是盡可能要趕快來一個破盾囉 哇 這邊已經開始破塔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已經把我們異星有星星山羊的盾牌給打掉 也順利把它打死了喔 那這邊後面又出現我們一隻異星的袋鼠 我覺得這邊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 趕快出一隻哈拉姆特來打一個速攻大輸出 把它給打死喔 那後面的話又來了一般的袋鼠了 所以這關卡的話大概就是我們的袋鼠關卡啦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 哈拉姆特一拳是直接把我們那隻一般的袋鼠給打死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的哈拉姆特其實攻擊力算很高喔 哇 那這邊的話呢 碰塔之後是出現了我們黑色的袋鼠 還有我們異星的袋鼠 大眼蛙喔 那不過這邊的話呢 因為我們的哈拉姆特是順利的解決了 我們一般袋鼠跟我們的那個黑色的袋鼠 這邊的話就只剩下我們大眼蛙啦 那大眼蛙這邊的話是被我們兜擋酷貓給破盾掉了喔 而且還被我們的兜擋酷貓跟我們腿貓 給直接擊殺了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這邊的話碰塔之後呢 是出現了蠻多袋鼠的 那基本上袋鼠的話用我們哈拉姆特 是可以就順利的成功擊敗他們 所以應該是還好 那大眼蛙的話用我們兜擋酷貓再加上我們腿貓 也可以成功的擊殺掉喔 所以我覺得索門羅這個關卡的話 其實要比前面的關卡大家說的話 應該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三個關卡裡面最麻煩的 就是我們異星的那個馬桶蓋西瓜皮啦 大家都說他叫做馬桶帶山豬好不好 那我們就叫他馬桶帶山豬好了 那這邊的話會不時不時的出我們的那個異星的袋鼠 這邊大大的話可能也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那基本上出我們這些盾牌在這邊擋著 那用我們的那個小帝王在後面打一些輸出 還有我們的腿貓再加上我們兜擋酷貓 應該是可以成功取得這關的勝利喔 那這邊開個貓泡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已經可以順利的來打到塔囉 那就是繼續疊我們的腿貓跟多擋酷貓 應該就可以勝利的把他給毀掉 取得這關卡的勝利囉 好的 那我們這邊的哈姆特也好了 我們就直接把他派出來 直接來解決這關卡喔 直接取得我們這關卡索門羅的勝利啦 沒有問題 好的 那好久好久沒有這樣直接把一個關卡給打完了 前面兩個關卡基本上我們亞瓜哈姆 跟我們魯神武化都是嘗試的還蠻多變的 不過這邊的話索門羅的關卡是比較簡單一點點 所以大家就不用那麼擔心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下一關卡 阿巴布亞 阿布布亞的突出條件的話是 1200元以上的貓貓 所以我們這邊要來調配一下我們的隊伍啦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關卡的條件 就是要出我們1200元以上的貓貓 那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對哲平來說不會太困難 因為我們只要帶上比較厲害的一些超級貓貓 基本上都會超過我們1200塊喔 那這邊會比較麻煩的是因為我們需要一些小坦克來補足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帶上我們一般的島貓 因為島貓的話它是剛好是1200塊的 那這邊再帶上一個哲平從來沒有帶出場的一隻角色 大聯盟貓 那這隻角色的話呢 他的角色說明這邊有說 對上異星戰士很耐打 而且有時候也可以破壞護盾喔 所以他也是一隻能夠打我們宇宙片的一隻角色啦 那我們就用這套隊伍來挑戰一下 我們接下來關卡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阿巴布亞裡面 掌聲棒子吧 Let's go 好 那其實最麻煩的就是呢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呢 要出到比較高費的一些角色的話 超級貓貓基本上他們的CD都比較久一點點喔 所以這邊要 帶上一些比較能夠疊的一些CD貓貓 短CD貓貓的話 就可能就需要用到我們島貓或是大聯盟貓囉 那這邊的話 哲平之後還有帶上我們一開始 請錢會增加的聯組兩個中等程度的喔 那增加我們一開始的那個經典能力喔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出島貓跟我們大聯盟貓 那這兩隻的話 基本上他們的那個CD時間 都還算是有點快啦 所以應該是還好 尤其是島貓 實在是666喔 好 這邊出完島貓之後呢 我們就有一筆金錢可以叫我們的Porter出來 那主要就是用我們的島貓跟我們的大聯盟貓 來當一個坦克的輸出存在喔 那基本上這樣的話呢 把我們那個Porter出出來的話 再用我們島貓來保護他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取得我們這關卡的勝利囉 這邊順利的破盾掉我們的那個 呃 異星有星星的海豚的盾牌 那後面的話 來的一隻不速之客 我們的異星有星星的翻車魚 這邊的話 可能就要比較危險一點點囉 不過這邊的話 盡可能把前面的敵人 都先打死掉之後呢 就可以叫出我們的小禁煉愛爾 來打一下我們後面的翻車魚囉 那如果這邊愛爾打不贏我們的翻車魚的話呢 這邊可能就要叫一下我們的那個美女神囉 不過沒關係 這邊的話 順利用我們的Porter把他們給電死囉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們異星有星星的海豚 他雖然攻擊力不高 不過他的那個坦度還算是蠻高的喔 這邊的話 把他解決之後呢 又可以叫出我們的小三亞啦 那其實這關的話呢 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用我們的大聯盟貓跟我們的老貓啦 因為這兩隻剛好都是一千兩百元以上的貓貓 而且我們的大聯盟貓還有機會可以破盾 所以還算不錯喔 好 這邊的話呢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把這兩隻小敵人給打死之後呢 就可以來去打我們翻車魚囉 那翻車魚的話 基本上用Porter暫停法 應該還是可以打到的喔 沒問題 這邊順利的暫停到我們的異星有星星的翻車魚了 這邊還用我們的小三亞越戰越勇的姿態 來轟他一炮喔 這邊呢 其實就是把前面清掉之後呢 用我們Porter來暫停或是都沒問題喔 那主要來說比較麻煩的可能就是 如果你們沒有一千兩百塊以上的貓貓 能夠暫停我們異星角色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的漂流貓是要九百多塊的 是達不到這個條件的喔 這邊的話 其實有Porter的話會非常的方便喔 這邊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來取得這關的勝利啦 因為Porter的話 就可以瘋狂的暫停掉我們的異星有星星的翻車魚 這些順利的話也把它給電死囉 那這邊的話 應該就可以開始碰塔 碰塔我覺得應該就不會再出現什麼奇妙的生物啦 所以應該是還好喔 後面再叫一隻小丑出來 好的 碰塔之後呢 感覺到目前為止就沒有出現什麼奇妙的生物了 所以應該敵人就是只有這些 就是我們異星有星星的海豚 還有我們的袋鼠 加上我們的那個異星有星星的翻車魚喔 所以這關卡的話比較麻煩的就是 你必須出一千兩百元以上的貓貓來跟他對抗囉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我們下一關卡 那我們下一關卡大概就泰坦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泰坦的初級條件吧 那泰坦的初級條件也是生產成本在一千兩百元以上的貓貓喔 那我們就用剛剛那一套隊伍來打一下我們的泰坦裡面 看一下泰坦的關卡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拉斯哥物 好 那其實這個關卡最比較麻煩的地點就是 要如何找一些就是比較低成本的坦克喔 那這邊的話呢 剛好符合就是我們的 島貓跟我們的大聯盟貓啦 所以應該用這兩隻應該就沒有問題囉 那這關的話一開始就出現了我們天使的小敵人啦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用我們的大聯盟貓貓 然後跟我們的島貓成功的抵擋住我們的天使敵人 那後面的話是出現我們一隻異星的河馬啊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先存一筆錢 然後等到我們波特出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更穩定我們異星的陣線囉 好 這邊把波特叫出來之後呢 是發現後面還有一隻異星的海報 跟我們紅色的海報 所以這關卡的話基本上三種類型的角色都出現 有我們紅色敵人 又有我們的天使敵人 還有我們的異星敵人囉 那其實這關卡的話比較麻煩就是 三種顏色的屬性的角色 所以這關卡的話可能就是可以帶一些比較厲害的超級貓貓出來 因為其實這關卡的話呢 存錢的方法算是還蠻快的喔 在這邊把他們擊殺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來順利的碰他囉 在這邊碰他之後呢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基本上這關卡的話就是 呃... 好喔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我們這邊是沒有帶上我們 能夠打我們紅色敵人的角色喔 所以這隻三豬的話呢 可能就必須用一些特別的手法來把他打死 不然就是 可能必須要再出去換個淘太郎出來了喔 哇 居然後面這關卡太郎 又藏了一隻我們的紅色三豬啊 真是太扯了 不過這邊的話 我們利用我們的小三雅 應該也是可以打出不錯的輸出喔 因為我們現在小三雅的話 越戰越勇的姿態是出來了 不過這邊的話 小三雅直接被捅死了喔 好的 那我們剛剛是發現後來碰塔之後 會出現我們的紅色三豬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叫出我們的超級無敵 百分之百暫停我們紅色敵人的冰雪女王貓登場喔 來克服一下我們紅色三豬 那這邊的話 我們把我們的小丑也換成二階的狀態 因為二階的小丑的話 他是可以打我們異星敵人 跟我們天使敵人的喔 所以在這關的話 應該會發生不錯的作用 因為我們這關的話 只有三種屬性的敵人會在這個關卡裡面喔 有我們天使敵人 跟我們的紅色敵人 跟我們的 異星的敵人囉 好這邊的話叫出我們的波特 還有我們的角三雅 那這邊有我們的冰雪女王貓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成功的來打敗我們這隻紅色三豬囉 這邊碰打之後呢 就出現我們的紅色三豬了 這邊應該可以用我們冰雪女王貓 來給他一個湧動暫停囉 應該是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暫停之後呢 就是要看一下能不能用其他角色 來趕快把我們這隻紅色三豬給解決囉 不然如果他要打爆我們冰雪女王貓的話 這邊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呢 第二隻的冰雪女王貓也是 快要可以出來囉 所以我這邊出現第二隻的冰雪女王貓 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更湧動的來暫停我們這隻紅色三豬囉 所以這邊的話 泰坦星大家比較注意一點點 就是這關會有我們紅色三豬啦 那像蛇瓶剛剛是沒有發現有我們紅色三豬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囉 好這邊的話呢 我們紅色三豬是順利的被我們小賽亞給擊退了 那這邊的話 擊敗他之後呢 應該碰塔就可以順利的來成功解決我們泰坦星囉 OK 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就取得我們泰坦星的勝利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所介紹的關卡 就是我們索門羅跟阿巴布亞跟我們的泰坦星喔 那我們索門羅來說的話 基本上它是ES關卡限制冒冒 算是最後一個關卡 裡面就是有比較多的那些袋鼠 那袋鼠的話 基本上用我們的兜擋酷貓來破盾之後呢 就可以再用我們的哈哈姆特 來解決他們囉 應該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我們阿巴布亞的話 這邊開始就要限制我們1200塊以上的貓貓出擊囉 那這邊的話大家比較小心 就是你必須找一些比較中等程度 1200塊以上的一些盾牌 來出來擋一下這攻擊喔 不然其實如果派出我們的超級貓貓的話 可能會比較難一點點 那泰坦星的話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邊的話 是有三種孰境的敵人會出現囉 那比較大的麻煩就是碰塔之後的紅色三豬啦 那這邊的話建議大家可以用我們的冰雪女王貓來課敵喔 好那你對我們這三個關卡 有一些問題或是一些比較好打的方法 或是比較簡單的攻略方法的話呢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囉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錄製成哲平頻道的開啟訂閱喔 那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我們下一個影片 只想被剩下一個影片 在教堂的後一個影片